123,第三次,那今天就要第四次 上個禮拜主要重點,大家回顧一下 就是我們利用那個150 就是VBA裡面如果要取代Excel裡面的 所謂的FINE函數,尋找函數的話,可以用IN3函數 這個IN3跟FINE最大的差別是什麼? FINE的話呢,是先錢瓜糊 然後再去哪個儲存歌找 那IN3的話,剛好兩個位置顛倒 先哪個儲存歌,再給它找什麼,比如找錢瓜糊 OK,那它回來的話呢,就是會告訴我們那個 第幾個字,就跟FINE一樣 那其實不一樣的地方是FINE 它如果找不到,會有那個GINVALUE錯誤 那IN3找不到的話是零 所以如果假如說,那那個裡面的資料 假如不等於零的話,表示是有錢瓜糊或者後瓜糊 那如果有,那就把那個前後中間的字用密的函數把它切割出來 取出來就對了,OK 那其實這種方法還蠻好用的 因為以後你們一定會遇到說,你要的資料剛好是在那個儲存格的某個部分 那某個部分呢,如果說呢,位置都一樣的話,那比較好解決 可是如果不一樣的話,那就麻煩了 不一樣的話怎麼辦,那你就要用IN3的方式去尋找 所以這個尋找函數的話,還蠻好用的啊 當然除了說尋找前瓜糊或後瓜糊之外,它還可以尋找關鍵字 比如說你想要找某些儲存格裡面有沒有哪個keyword的 尤其像那個Google,它搜尋網頁那個概念差不多 OK,所以如果你要做到什麼,做到那個資料的全文檢索有沒有 其實也可以利用IN3函數啦 那當然呢,它那個VBA裡面函數很多啦 所以我上禮拜講,你按F1,它有說明 它裡面有官方版的那個說明 有時候,其實這部分,如果你要把VBA學好,真的還是要下一點功夫啦 因為這個東西其實真的有太多東西,這要參考 但不是叫你背起來 但是你至少要知道去哪邊查,按F1有沒有 如果那些細節不太清楚的話,一樣,這邊有影片 因為有時候,上課我講過,我可能沒有辦法講得非常的慢 那有些動作咻一下過去了 那如果說,假如說,你可能一晃眼,好像又不太清楚 沒關係,你就把那個,我上禮拜講的文,像IN3函數有沒有 這邊就都有啦,你就把那個影片 甚至快轉也沒關係啦 反正現在我覺得YouTube的好處就是 你可以不一定說,像以前是線性的,就從頭學到尾 你可以是中間差,你看哪個部分你不熟,你就看哪個部分就好啦 OK,然後,現在會,不代表以後也會 以後不會的話,沒關係,你可以把影片再調出來再看一下 有時候就OK了 所以有時候,我是覺得,透過像那種離線式的學習 有好處啦,就是你可以不用死背啦 就是你需要的東西,再把它調出來看一下 還有,有些東西你現在會,不代表你以後還會 所以你以後不會,沒關係,你再把影片調出來 恢復一下記憶,馬上就OK 因為,其實未來的趨勢你會發現,這種技術的變動現在太快了 可能你現在才剛學會,沒多久就變一個新的東西突然,那怎麼辦 那這時候當然就是要懂得活用吧 另外還是說,有些東西可能要把它稍微記一下 不一定要把它背在你的腦袋裡面 以前那年代可以啦,因為以前的資訊的變動沒那麼快速 而且產生的數量沒那麼多,所以呢,可以用背的 但是現在這個年代,哇,你說的東西都要刪好 我跟你講,放不下,為什麼用太多了 而且你今天知道的訊息明天不見得,也是正確的 因為它會更新,那怎麼還是需要,我就用一點方法啦 我個人習慣還是會善用雲端,所以有些東西可以把它放雲端 像放YouTube,YouTube本身就是一個雲端嘛 它是一個全世界最大的影片資料庫啦 上面你想要學什麼應該都找得到 OK,而且它影片的數量,之前有個數字,哇,發現幾兆個了 那個數量可能多到無法估算 而且它每一秒鐘產生的數量,那也是無法估算 OK,所以這部分提供各位參考上禮拜的東西 其他有像什麼,制定函數,兩重、多重等等的邏輯判斷 另外的話還有一個重點,如果你要想要透過VBA 幫你做什麼呢?幫你做那個顏色的變更 這個所謂的顏色就是指的是什麼?指的是你的那個 Excel儲存格的那個樣式有沒有?那以前的話你可能會透過那個 像Excel裡面的哪個功能?Excel裡面類似像這個 常用裡面有個所謂的設定格式的條件,有個新增規則 但是如果說你有很多規則的話,變成你要設定很多 而且那個規則還不太容易,也就是你每一次都要再設定一個公式 再得到你要的結果,那如果通過VBA的話,它可以同時 針對你的那個格式的需求,可以快速的採生你要的效果 大概是這樣子,那還有哪一些?還有就是說那個框件的部分 另外補充了有一個所謂的向下追蹤 甚至你可以向右追蹤啦等等啦,反正就是說我要知道這個範圍有多大的話 那我就特別提到,所以細節部分呢,如果你假設還是不是很清楚 我是建議回去可以再稍微複習一下,總共有九段、十段影片 這順序好像顛倒沒調好,OK 反正基本上你們大概就是把這些回去細節部分再看過 那大概有幾個啦,第一個就是輸出公式 公式我們講過,在Excel裡面,如果衣服裡面還有放衣服,最多七成嘛 OK,那用的方法你可以用插入這個有沒有,插入衣服的方式 可以一直插入衣服 可是問題這個方法,你如果在Excel裡面做這個公式 其實如果太複雜的事情,還建議交給VBA 因為真的啦,你看你要把所有的公式寫在這一個 一個這個所謂的資料編輯列上面,哇,你能夠寫多少東西 真的寫不了太多東西 即便你寫完也很容易出錯啦 所以有些東西還是建議把它交給VBA 或者說你可以把Excel的函數跟VBA 兩者之間混搭一下也沒關係 反正這種東西怎麼樣讓你的工作 既正確又有效率,這還蠻重要的 那我們上禮拜的VBA大概做了幾個部分 第一個,清除嘛 這個清除不用再講了 反正就是For I等於第二列到第七列 然後把Sales的I列的H欄裡面的東西 丟給它兩個,兩個雙以後,清空 那我們大概輸出的話就這一個 丟公式有沒有 這個前面都講過了 丟公式的這個 到這個儲存格裡面的方式 有沒有,我們做了很多練習 那請各位平常工作的時候 就盡量多多練習 因為這一招好處就是 你要把你原來寫的公式 結合這個VBA算是最簡便的方法 甚至我覺得你如果做熟了 比錄製聚齊還難得快太多了 那錄製聚齊的缺點就是 你錄下來程式很漏長 OK,那這個方式它非常的簡單 那原理原則大概就兩個 一個是如果你沒有雙以後 有沒有,你就要把它取代成兩個雙以後 那另外的話呢 它的列有沒有,這個一二 一二這個二的部分 你要把它改成I就可以了 有沒有,兩個原則嘛 對不對,你就改了 那如果你實在不知道 怎麼樣把I這個變數 放到這個二的位置的話 那你就背口訣嘛 你還記得吧 對,那現在應該慢慢知道為什麼吧 因為其實就是把I這個變數 放在一個完整的字串裡面 OK,因為剛開始很多同學 實在是想不出 為什麼裡面要放什麼 兩個雙以後兩個M的I放中 其實意思是說 我要先把這個字串切開來 然後再用M的符號 把I串到中間 OK,這個大概就過程 只是說怎麼做 如果你實在是不太會 你就把它背口訣起來了 OK,我想應該是最快的 那之後你就照著口訣做 我想也不會做錯 那其他的話有什麼 如果我不要丟公式 我要丟結果的話 有沒有 那你就知道什麼 如何把剛剛的這種多重的邏輯 變成VBA的邏輯 怎麼樣把多重邏輯 那這裡面的話就是把字放大 工具選項 撰寫風格 把字照放大 至少有時候 那多重的話就是if else 中間的話 中間的話其他就是if 前面多一個else就好 反正呢 第一個開頭一定是if 但是你第二個不能還是if 也就是一個 邏輯判斷裡面只能夠有一個if 就一個頭而已啦 其他底下的如果還有其次的話 那就是ale if 再來還有ale if 反正你就一直ale if下去啦 理論上應該沒有人弄得很複雜很複雜啦 基本上大概 那還像這種四五層 五六層 其實也足夠使用了 我之前講過啦 一般坊間書籍有講到slide case 結果一模一樣 好處是效率快一點 可是快不了多少 所以你乾脆學這個就好了 除此之外就else 記得尾巴就and if 所以特別之外 它的結構一定是if 然後這個邏輯有沒有 然後then ok 這個做什麼事情 如果這個條件為true的時候呢 那就幫我做這件事情 那再下一個 他就先 是不是這個 有沒有 這個是跟上面一樣 這個條件如果為true的話 那就做這件事情 也就是說這麼多篩選條件裡面 只有一個會發生 他就從上到下啦 之前有同學說 老師那我可不可以 不要從那個 從ABCD 會 DC BA 其實 反過來 應該也是可以的 就是如果 早上禮拜 你會發生過完 對 就只能抓 抓到那個 但是你條件 你可能要下正確 比如說你要先篩選D的 就是小於 有沒有 小於60以後的 有沒有 ok 然後他會先篩選 再來就是60到70以下的 反正一層一層 他就是有點像是 什麼呀 一個閘門 一個一個閘門 反正就是這一關過進去 就換下一個 換下一個 他一定是從上到下 慢慢判斷下來的 ok 所以喔 換個方向也許是也可以 只是說你可能邏輯判斷要寫正確 其他的話還有就是說 如果你這個邏輯裡面 可能要多一個條件的話 你可以用and或偶爾有沒有 就是連擊或交集 and或 連擊的話就是其中一個 為tru就是為tru 就用偶爾 連擊的話就偶爾 ok 那如果裡面其中兩個都要為tru的話 就and 大概是這樣 其實如果你多重再加連擊跟交集 其實你工作上的邏輯判斷 應該就大部分足夠了 ok 這個我想不要把程式想得太複雜 大概也足夠了 所以其他你 因為我要寫來寫去我覺得這樣就夠了 你不要把程式越寫越複雜的話自己看不懂 ok 另外的話呢 大概就是多多應用 ok 那再來的話還有什麼呢 我們上禮拜還有提到有關那個 顏色變動一下 比如說我今天希望 把這個顏色再變更 顏色這個 都多重這個是輸出結果 這個顏色有沒有 換個藍色字 黃色底 然後一個框線加粗體 並且把它清除掉 這個上禮拜都講過 然後再來就框線 怎麼把它框起來 框線點到一行而已 Range A1一直到H7有沒有 然後後面點Bolders 什麼 點Color 等於紅色就RGB 255 0 0 一行而已 OK 清除的話也是一行 就是點Color Color Index 有沒有 記得上禮拜講Color 等於沒有 沒有的話就XLN 就沒有顏色 就一行 所以你會發現加框線 清除框線都是各自一行就好了 而且不用背 因為這個就是Range Range A1到H7 點Bolder 其實也可以點一下 就是它會提示 你用選的就好 Bolders 點Color 等於RGB 顏色叫RGB OK 清楚 最後的話如果說我今天要多兩條線 這一條線變雙線 這一條線變雙線的話 類似像這樣 那我講過了 你先A1到H1 有沒有這個範圍 底下這一條線 把它變成雙線 就是XLDouble 如果 你那個XLDouble 那個樣式不知道 按F1 它那個都可以有一個 查詢 官方的一個查詢說明 你可以自己看一下 這邊的話是A1到A7的 右邊這一條線 那就可以把這個給做出來 你看沒問題 如果剛剛講的部分 還是有問題 請各位回去 把影片再複習一下 反正我是希望說這些影片 如果你在 有些部分細節還是不太懂 那反正你就多看幾遍 如果還有問題的話 下方可以留言 現在沒關係 你就是 最好告訴我說 老師你那個幾分幾秒的地方 我就是原來你問的問題在哪裡 那我可以馬上回覆你 大概是這樣 盡量 像這種東西要學會的話 真的很蠻花時間的 坦白講 因為這種東西不花時間 除非你第一個 你本身就是很天才型的 OK 第二個的話 就是本身你已經懂 其他的語言 你再來學 也許OK 但如果你沒有 那你可能就要透過多多努力 那今天的話 我們再來講一個蠻重要的部分 就是說如果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把那個什麼 一次有當資料庫來用 那所謂的資料庫就是說 它底下應該還有別的學生 那如果說我今天要讓它輸入資料 那以前輸入資料的話 你可能要另外再用別的程式去開發 對不對 那一次我本身不就可以填 那你想說 老師那我直接填上去 其實是可以讓人家直接填 可是問題你如果給別人 在下面直接填的話 常常會發生很多的問題 這種問題 人家亂填嘛 或者是有些該填他沒填 或者填的資料不正確 那會產生很多更多的問題發生 所以通常是這樣 我們讓它填沒關係 但是你要限制它 應該在哪個區域填寫 所以今天的話 我會交給一個 以後如果說你今天 希望把Excel當資料庫 然後讓人家可以有一個輸入介面 然後它可以key資料上去 資料key上去之後 就自動就會有一筆資料 以後真的就把Excel當資料庫 然後填一筆有沒有 它就會幫你丟進去 然後再換下一筆 我demo一下給各位看 這邊有個啟動表單 這個你們今天還沒做 有沒有 它就跳出什麼了 第一個欄位是姓名 好姓名兩個字 如果沒有自己打一下 好 然後呢 這邊的話呢 當然我們會可以看到 有沒有 一個人會有坑 這個是答案考核 在這裡 操作考核 面試考核 就它 它總共的話 實際上就是會有三個成績 誰然後三個成績 那底下的話其實 這個可以不用再讓它填 為什麼 因為理論上這個可以 直接就是幫它算出來 或者說你丟公式 把上面這個公式延伸下來 可不可以也可以 這個也可以 延伸公式也可以 這個可不可以也可以 所以其實 只要填寫四個欄位 然後後面三個呢 讓它自動產生 然後當我按新增之後的話 它可以怎麼樣 幫我把這些資料填到這邊來之後 產生這三個 然後再把它原來的資料 清空 然後游標怎麼樣 再放回到上面這邊來 它不就很順暢的 可以有點一個循環 然後它就很方便出入了 然後再來就是說 不要讓它隨便亂輸入 只要輸入錯誤的資料 就不能讓它過關 所以我們這邊會有一個防呆的機制 所謂防呆就是說 判斷它到底有沒有輸入正確 如果沒有 那就跳出去 你輸入錯誤 不行輸入 然後裡面資料也不能亂改 為什麼 因為你會發現 一般工作上常遇到狀況就是說 這個資料到底誰改的 你不知道 那錯了怎麼辦 你要處理 所以我們理論上是假設 不讓人家去隨意的 篡改資料的話 那我怎麼保護 這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我們試一下給各位看 啟動錶單 那待會教各位怎麼做 這個錶單 那輸入 假設我輸入AAA這個人 Enter 它會下一個 它 成績我隨便輸幾個 然後呢 按Enter之後的話 我不知道這個有沒有做 理論上這邊Enter 自動就幫我把這四個填過來 然後自動算出來 自動清空 游標放上來 看一下Enter 有了 有沒有 自動的話 就幫我把剛剛填的 資料填到這裡來 然後自動產生這幾個 有沒有 然後呢 自動清空 自動再把游標放上來 OK 那其他也是一樣 我再填一個 BBB 然後隨便填一個 但是你資料錯的話要防呆了 我現在先不示範 Enter 有沒有 又進 好 那如果說呢 假設我把他關起來 使用者的話呢 想要修改 比如說他成績亂改 我看到這邊能不能改 你會發現 不能改 因為我把它保固起來 不能隨意修改 你要修改的話呢 只能夠我允許 OK 所以其實這邊 其實用教育裡面的保護工作表 除非他知道密碼 否則無法修改 也就是說 真的把它保護起來了 這樣的好處就是 一勞永一勞 那很麻煩 因為之前很多同學 任意給使用者出入之後 回來都一堆問題 到底是誰發生的 沒有人要承認 最後怎麼辦 你就要 變成你要幫他善後了 OK 所以待會兒會教各位 如何做什麼 啟動這個表單 然後怎麼樣做我剛剛做的事情 其實非常簡單 填進去 然後自動帶出來 然後把它清空移到上面去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先把上個禮拜的檔案 先再開起來 待會兒我們再來看 如何把Excel當成是資料庫 然後透過Excel裡面的一個 所謂的制定表單 然後建立一個輸入界面 可以讓我們很輕易的就 輸入應該輸入資料 然後呢 如果他輸入不應該輸入資料 那就把它擋下 OK 試一下